這一張舞台是第一 好 請問在這邊 你們有空自己 對啦 不是啦 為什麼說不得了 你們有空喔 好 你們有空 有空的時候 老師 你要在這邊一次 然後我很樂意 前面幫你餐 不要 還是在這邊餐的 好 來 請各位看一下 好 注意一下 這張圖裡面要餵 如果你會看圖 能夠理解根本不用背 考試一定能夠用 在這邊 請各位Double 有沒有看到短條圈 短條圈以上就是延遲圈 列成大小不一的塊體 我們來叫做板塊 請各位從側面告訴我 你看到幾塊不能擺出來 有沒有看到五塊板塊 我畫給你看一次 在這邊 現在螢幕上我是框起來 沒有很準喔 沒有很準確 這是一塊 然後這邊 這邊 這是一塊 我連框上面的東西都畫出來 這又是一塊 這邊還有一塊 然後這裡還有一塊 總共幾塊 五塊 然後我邊後比較好溝通 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五號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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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沒有幫我們補畫 地盤內部的熱隊友 你自己補充一下 底部上各位都會看到很紅色的點頭 是我誇張的畫出來的運動方法 比較明顯 好 上升 左移動 這個過程 每一個板塊之間的運動 都跟底下的熱隊友有關係 那 早期都講 管流性的熱隊友 我邊隨著主張 這個熱隊友的深度 可能要更深 好 要比多深 沒有我們科學這樣可以動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簡化 地盤內部的熱隊友就好了 目前還甚至有別人跟別人家認為 地盒也有參與 但是我們覺得太深了 這樣就不一樣 我們都是用地盤熱隊友來解決 好不好 螢幕上還有粉紅色的解決就是 內部的熱隊友大致的情況 三次 還有一二之間是不是熱隊友上升 那就屬於張列板塊接界 兩邊的板塊一二 三次會分離 大部分會在台裡面出現 我們看到中陽級 陸地上有的話就叫大陸鏈 著名的點情地 就是東非大列 也有人把他叫東非大地線都可以 因為他張地會造成一系列正外層 而形成地線的地線 那請注意 共同特徵就是 都是以張地為主 可以嗎 那因為他裂開的時候 沿漿上流嘛 使地頭膨脹 就像那個麵包或發貴一樣 那膨脹以後會裂開 有一個張力才會裂開 他那裂開的時候 主要的活動化表面為主 因此大部分就是前陣 比較不會有超過70公里 甚至下面的抵震 震源的狀況比較淺 這就是為什麼張列板塊邊界 以正外層為前陣居多 好 螢幕上 老師把它稍微標一下 欸 前面那張圖的文化改氣 我們繼續用 我把兩張圖並查就對了 平面圖上面畫 雙片代表它是屬於 張列板塊邊界 在這邊 是螢幕上畫的 這就是張列板塊邊界的畫法 畫這樣的意思就是 兩個板塊在彼此分離 不懂 東西我不換色 就這樣直接畫 可以嗎 不要趕快再分離 課本有幫你畫黑色片頭看到嗎 從平面圖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注意 如果西列火山形成 中陽級 在這邊請看一下喔 中陽級的方向 排列方向 大致是南北走向 老師畫的雙線就是張列邊界 意味著板塊之間是幾次 分離還是靠近 分離 課本是不是在這邊 有幫你畫一張張張列邊界的實習圖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喔 來 問題來了 請注意 看這邊 這兩個張列邊界 如果是在中陽級 你會發現 它中間會有切斷的一個橫斷面 這個橫斷面 老師螢幕上用紫色線畫 你們桌面上看到應該是紫色線吧 好 這一段紫色線 連接了這兩個邊界 都是張列邊界對不對 但是這條線上面 注意喔 這一條線上面的北邊是往左 南邊是往東 往右 所以請注意 請各位告訴我 老師螢幕上打勾的 打勾的位置是幾號板塊 3號 老師螢幕上打叉的 打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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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幾號 4號 請注意 這一條界線哪邊是幾號板塊 3號 3號 往南邊動 左邊 南邊的是哪一個板塊 9號 4號 所以 那一條紫色線 抬頭 兩邊是如果反向錯動 而且分數不同板塊 這就叫什麼 錯動板塊連接 那科學家講它名字叫轉型斷層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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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破裂情況不是只有那名小板 它是整個都裂開 所以如果考試問你 螢幕上要示範一條細線 注意看喔 這邊整條藍色細線 是不是大直跟張立面接垂直 這一條就叫做什麼 這種破裂帶 藍色線是破裂帶 但是這一條線上不是每一間都是錯動板面接 只有連接中兩邊這一段 紫色那一段開始 等一下我們來題目練習 會比較清楚 比較好 好 推一下 現在所講的 這些立方都是以表面的錯動或張立為主 因此都是前陣 剛才前面表面都看過了 再來請看聚合板塊連接 請看螢幕 哪兩個板塊直接在一起聚合 哪兩個 2號跟3號有沒有 4號跟5號有沒有 總有 請看這兩個差別 3到4底下 跟4到5底下 看出來嗎 這是海洋地盒所在板塊下去的 差別在哪裡 左邊這個圖形碰到2號板塊的位置 大部分還是海洋環塊 2、3碰到的位置是 一邊打一邊路對不對 但是4跟5點沒有打 所以還是會有點差別喔 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被碰到這塊陸地 你畫出一點好了 被碰到的在路地位 縮短還是變長 你客人不是一定畫好的 結合了 抬頭一下 你現在如果一隻手當作一個板塊 另外一隻手當作一個板塊 這樣一直起 大多板塊這一刻可以 壓頭縮短 是不是會隆起 對 不但隆起 它還在產生什麼現象 你看螢幕 3號往下隱墨 我們有講過嗎 越往地球內部溫度會 越高 高到某一個程度 是不是顏色會融融 好 我現在換個顏色喔 螢幕上各位看那個黃色底圈的位置 有哪些東西融掉 第一個你要了解 螢幕下一個板塊是老的 還是新的板塊 老的 是遠離中兩隻的老板塊 所以上面除了海洋地層 應該要錯誤的成績物 可以嗎 那些成績物大多就是 陸基礦拍在一起 總共 再加上會穿過大陸地殼 所以是會混雜了 大陸地殼的花崗原質 或成績物的材料 加上海洋地殼的橫原質 就混出來變成 兩者的溝融 所以碟碟質沒有像水桶原本高 氣氯質也沒有像花崗原本高 兩者之間就對了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RM3D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座山脈 就是RM3D 請開頭 它是一個地殼類的縮短東西 再又有岩漿穿進去的 所以它是在山上面再加山 所以難怪那邊應該是 三山脈看不到 而且山上還有活生活動 對不對 因為它有底墨造成的 南山葉子岩漿活動 請注意這個考試其他 好 問題來了 請注意 這個岩漿上來 是會再形成一系列 在山脈上面要造成火山 所以一般地碼可以稱為 火山山脈或火山老虎都可以 那比較豐富的講話就是 火山虎 虎什麼東西 這一條是線狀或虎狀 請注意 它跟海溝都有什麼關聯 來 這兩個地形的走向的關聯機 大治體的情況 來 這個關聯在解除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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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盃 請注意一下 他的關像 三ý字飛沫到二次下 由東往西陰沫 東邊就先看到海溝 西邊再看到 回報 請看右手邊 四字飛沫到五以下 先看到誰 一定是海溝 隱墨位隨便出現海溝 螢幕上老師用藍色線畫的 如果要畫標準應該畫個雞胖 老師畫的三角形尖端 我們圖了齁 這代表前面那一張圖了隱墨蛋 可以嗎 老師畫成這種類似像隱空雞胖的 三角形尖端長好沒問題在螳光那邊隱墨 先溝再無 這個就是海溝 我給你撐這一點 這邊會看到海溝 請各位看一下存在圖了 客人有沒有拿以前海溝兩個字 沒有 因為這很重要 隱墨邊界會看到海溝 可以嗎 好 隱墨邊界會看到海溝 而這個海溝三角形尖端會朝向隱墨方向去畫 然後你會看見溝跟這個火山谷 大致平行排列 但是請注意 這個火山谷土要是什麼顏尾竹 安山沿之為主 安山沿之為主 然後請各位告訴我 安山沿的走向 這個山脈的走向 跟這個海溝的走向 是不是南北走向 岸板外溝通方向 會跟百塊的分離 運動方向隨時還是平行 那現在是山 這個火山山脈 火山島湖 是不是跟海溝都這樣子 是不是跟百塊的分離 運動方向隨時還是平行 那現在是山 那現在是山 這個火山山脈 火山島湖 是不是跟海溝都這樣子 粉紅色劍都代表分離 方向 它的雙線是代表走向 中央體也好 火山島湖也好 海溝也好 風味跟百塊運動方向 不加垂直 但是 也會出現一些島嶼 它同時都有停換的 那科學要怎麼解釋 只有熱點火山的解釋 像夏威夷尋找一種 然後你有空看一下 這家客人的海溝也挺辛苦 往往各位可以彩頭 看一下這邊的一個擺盤 你們待會 我會拿客人給你們找 來 這個地方就是太平洋百塊內幕 這個就是 幾乎正中央 就是夏威夷 很多人跟夏威夷看 年漿活動 為什麼 因為它是寧靜師燈發 你可以往遠遠的去看 它的流動 沒問題 當然靠近還是危險 可是如果爆炸師燈發 連好命都來不及了 更不能在那邊欣賞 除了你們遠遠的去看 所以像太平洋周邊 有很多的火山 幾乎都是屬於 海陸這種 聚合邊界 那就會以鞍山岩脂為福 爆炸師燈發 但是如果是像中央景 或者是像這種熱點火山 基本上是以玄武岩脂為福 所以是寧靜師燈發 可以去欣賞 那個 龍岩游的樣子 好 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一系列島嶼 它有沒有粉紅邊界 並沒有 那就用另外一種方式解釋了 看可以嗎 好 現在請各位先回答我 你有沒有在四號跟五號之間 找到一些島嶼 我圈起來給你看 我用藍色筆喔 螢幕上是圈起來的 圈起來的 圈起來的 這一些島嶼怎麼形成的 就是四號螢幕下去的時候 沿江活動噴發的 請各位立體想像 好這邊它又沒寫 你自己畫一下 這邊應該有什麼地心 海溝 海溝 然後三角形尖端要朝右還是朝末方 朝 朝右 也不朝螢幕方向的話 我現在要講地震 聽話道 請各位回答我 螢幕上老師編號一下 因為圖畫都有點髒亂了 我現在直接用粉紅色地寫 螢幕上這裡是海溝還是島嶼 海溝 先海溝隱默 對不對 從海溝隱默 然後再慢慢研討湖方向 研照共生它在島嶼嗎 可以嗎 好 現在請各位回答我 一號位置跟二號位置 哪裡的地震陣源會比較深 二號 因為你看喔 兩個板塊的交界數字在這裡 這條圖畫的粉紅色一直畫 一直畫這裡 在哪裡 是不是剛剛有兩個方法 只壓在一起的地方 你的兩隻手這樣出來 受力最大在哪裡 是真正的交界處 所以它這個螢幕下去的時候 在剛開始螢幕上一次海溝 會很深還是很顯的地震 很顯 所以真正來講 海溝附近有深遠地震 講的不是海溝的位置 是螢幕下去那個方向 所以還怕我的男生不是講到 講文言文是這樣 從海溝也是一的位置 往二的方向下去 這個方向會正遠地震度 從前到中到深 這才是標準的 然後 也是說從海溝往寶物方向 正遠地震度會越來越深 還是越來越深 會越來越深 會越來越深 可以嗎 所以考試的時候就會這樣考你 假設現在這裡有一條海溝 然後在那北邊有一群島伍 大致跟他提起 我就簡單先說 好吧 現在請各位回答我 A板塊跟B板塊 兩個板塊是屬於張驗聚合 還是錯誤板塊 第一個你看到海溝跟島伍 就想知道它是螢幕錯誤大部分 一定是聚合板塊連結 第二個請問你 A往B引墨 還是B往A引墨 剛剛都做過了 引墨向是不是先勾在5 所以應該是 A往B還是B往A引墨 A往B向A引墨 是不是大致跟這個走向互相垂直 第三個請問你 正遠從A向 從這個交界線來看的話 好我現在打三個點 這一個 老師畫的那個藍色小點 然後再畫三角形 這個區別 然後再做一個正方形 好請各位告訴我 這些老師畫的點點 三角形跟正方形 這個每一個位置代表的 淺正的位置代表的 正圓深度比較淺的那個正 鎮壓點點 點點 最淺 然後往北邊是移過下去 所以北邊的地震就會從中原到神原 呈現這樣的刻度 對不對 這考試會考 我們後面台灣的有考過了 等一下我們就後面去 所以你先看這張圖 這張圖都看懂了 這比較容易理解 現在其實都會看最後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火山島 這一座火山島是在趕快邊界嗎 不是 它是從地下的地盤熱柱 或者簡稱為地盤柱 那如果你要看清楚 就把它寫地盤熱柱 注意一下 這個地盤熱柱從地下很深的地方有升 代表這裡的露度特別高還特別低 特別高 然後它延伸到這個位置 是會在地殼上燒出來 並且岩漿溜出來 這個就叫做熱點 請各位把這一座島嶼 特別在這邊註明一下 它是熱點火山 它不會一片 它就是一座 但是 這位不相處於在地殼的地方是 它會不會真的只有一座 不會 因為板塊是幾號板鏈幕 就是螢幕上網指標的四號板鏈幕 它這個板塊是一直在往後邊到 所以它就應該會只有一座火山 請開手 如果老師的手當作四號板塊 是不是就往正方那裡到 那這個給我從這邊三百 是不是會形成一座火山 這座火山就會開始跑掉 所以它應該會形成一串火山 這樣而已 所以不應該只有一座 可能不太見別了 它應該會有一串的火山 因為熱點不是突然存在 它很久以後就在那邊熱點了 所以不用這張圖講熱點了 我們畫一張圖講熱點 現在請各位自己把這張圖 跟上面這張圖結合 最好能夠再跟這張表結合 那就通通都懂 這是整體的結構 三類別件 然後現在請各位先直接跳到 二等的火山總類 一排二十頁 我用這張圖解釋 這兩張圖解釋 這張只有火面圖 介紹是哪樣的火山 雙眼圖火山跟 引墨帶火山 哈囉 這是引墨的過程當中 行動火山導火 這邊寫 兩個字上去 三個字好了 安山也 113頁的圖五十三 這張比較簡單先寫 這個 這個大部分是什麼也 安山也 剛剛行程過程有講過了 用這張圖就很清楚 那這邊第一個有關圖結像 是縮短隆起 然後有一些是被擠下去 然後在這邊請注意喔 岩漿都微震會就有了 不會 一定要夠深才會有 那這個位置通常比較深的 所以也會出現中遠到向遠地震 所以海溝這邊不會有岩漿 所以以前國中有的菜號桌廳會亂出 海溝那邊會有什麼岩漿摸到 海溝那裡都會有岩漿 要隱墨下去再遠一點才會有 這個大概有幾十到一兩百公里都可能發生 不會在海溝這邊逐漸增加 所以這樣隱墨構成才會有 好再來 請看這邊 請看這張地圖 請看這張土 這張土交玩家 有三類火山 來請看螢幕 為了方便溝通 我還是編號一下 1號 2號 3號跟 4號 板塊 請各位看這3號板塊 這裡是不是會看到一個熱點 然後熱點這邊有一個地盤和熱度上升 他就會幫你寫地盤和熱度了齁 這邊點有特別寫 你就會知道這是熱點 來請各位看告訴我 A B C 哪一座最年輕 A A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就在這裡的板塊 正在形成火箱活動 而 C本來在哪裡 C很久以前在A的位置 在熱點的位置 現在是跟著板塊移動和移動的 所以 越往這個方向會越來越年輕 A B C的方向會越來越 越 越老 好 注意一下 A 往 B 往 C 這個 這一系列的火山檔 跟板塊運動方向 垂直還是平行 是變成平行的了 剛才講的中央起步 我想知道什麼 垂直與板塊運動方向 請看螢幕 再看一次 這個把它弄走 螢克本的板塊 紅色出現 都在板塊運方向 請看老師 畫到這條線 叫什麼地盤位置 這條線叫什麼名稱 海溝 沒寫 自己補充 有寫的 有寫的 好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堆倒壺 有一堆倒壺 這一堆倒壺 火山倒壺 就是隱末帶火山 是二隱末到一底下 對不對 剛剛講過了 壺 勾的分部 先勾在壺 所以隱末方向來看 可以齁 好 請看這些倒壺的走向 海溝的走向 是不是平行 然後跟這個紅色劍頭 互相 垂直 再看老師 螢幕上畫的 雙線 這個就是什麼東西 什麼邊界 張列邊界 然後你順手把錯動邊界 附上去 哈囉 錯動邊界我還是用紫色號 指揮一條單線 是不是把這些中場題 可以連起來 我沒有畫完的 然後就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張列錯動 然後相反的出現 形成像這種 紅東西沒碰好的感覺 好 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 這是二號跟張號 這個第一 板塊邊界的火山 中央頸 島屋 山脈都一樣 只要是巨頭或張列 一定會走向跟運動方向垂直 因為一個是打開的 一個是擠在一起的 都一樣 但是如果是ABC這些熱點火山 那會跟板塊的紅色劍頭 變成平行 再練習一個 螢幕上這邊有四座火山 在這裡 可以嗎 好 那請問你 小A 小A 小B 小C 小豬 哪一座火山 會最年輕 A 因為他在這一點正上 把他給正在火山 這邊都沒辦法 你想像一下 底下有熱珠 從這邊燒穿 對不對 所以A就在這點 然後管珠的方向越來越 好 而且他的台列方向會跟紅色出電頭 板塊的方向相互平行 這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他是非板塊邊界 而是板塊內陸的火山 而形成的台列跟板塊邊界是不一樣的 而且年齡會不太一樣 請注意 剛剛才講過 中陽體導出化的雙線位置是年輕男子導的火山 年輕的嗎 年輕的嗎 破綻是嗎 來 可以吧 所以他的年齡都差不多是最新的嗎 但是這幾座火 他的電影系數有沒有一樣 沒有 就是有老 有年輕 越老代表 越高越年輕的 越年輕的 好 現在我們用這些關鍵來點擊 請各位回去再聊天 努力點擊一下 現在我們開始練習解讀 首先請各位先看一下那個板塊絕說的共同練習題 其他有解讀你們回去自己看 先看一下那個114頁的半第2 這張圖題上面有各種板塊邊界 先請各位回答我 我剛剛講過像這一題它是有出兩個小題 我會白寫 看這邊 請各位回答我 夾以頂哪一個是錯到板塊邊界 夾 夾 因為這個底代表什麼意思 中央級張列邊界 我把它畫完整一點 這個老師畫的粉紅色窗線代表板塊在張列 因為這隊友在這邊上升 把它拉開來 可以嗎 好 然後現在請各位看一下夾的位置 夾的位置連期中央級的列伍這一段 是屬於錯弄板塊邊界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秉呢 秉是什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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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公 你要知道一個概念是 越遠離中央級會越 老 越老的 越老的 比比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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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老的成績物應該怎樣 越厚 為什麼 就跟我們教室 越久沒打掃 連打掃很多人揮 越久沒打掃 越久沒打掃 揮是越後 因為他會期中央級的時間比較長 真的嗎 他現在甚至沒什麼時間 最近很年輕而已 這樣可以 所以越遠不中央級有不特征 海洋一和 越老 曾紀錄越遠後 可以嗎 這樣這一些都要會 當然第一次紀錄也有被真正過的特征 再來請注意 第二小題 哪裡的分部最深 這一題我一定要逼你選 你還是選誰 還是選你 但是心裡面要知道 其實真正正的地方在哪裡 頂的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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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萬一還有一頂 哈囉 聽好了喔 如果老師在這山脈這邊寫一個頂 甲乙頂頂 頂是代表我三三號我三號我三號我 對不對 請問你哪裏的體驗正遠身度最深 頂 要選頂還是頂 頂 頂 要小心喔 因為頂才是你摸下去的位置 請注意 真正的關鍵把它弄不中 這是相對的 只好選他附近 所以這個圖形 這個題目嚴謹 請請請注意 再來請看這個題目 再來請看這個題目 這是什麼邊界 各種邊界 但是它是有兩種 請看這邊 一邊 甲 兩邊 是分地還聚合 張獵 這隊友是從很深開始畫起來 沒關係 這是模型的一種 有的話比較顯開 什麼好不管 重點是這隊友上升還是下層 上升 只要是上升 就代表什麼意思 張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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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這邊聚合的 它就會下層為主 看得到你的板塊有沒有到一個字底下嗎 看到 看得到 好 請問各位 中央級應該比較可能在哪裡 下 那比比較出現海溝 對不對 那像椅呢 椅這個位置是板塊邊界嗎 不是 拿從一個板塊內部 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熱點火山 比較會不會出現在比 熱點火山會不會在比 會在比有可能 好 但是請注意 有沒有可能在家 也是有的 張獵邊界 還是有些地方可能會出現 熱隊友上升 樣子在這裡 像冰島 一般科學樣子在那裡 兩種種合併 冰島可以視為重量級 或是張獵邊界 熱隊友整天在那邊斷燈 但是底下 你會發現 它是那種噸生的地盤熱阻 所以它是雙效合移的 可是如果這邊是下層的頂區 就比較難 因為它根底下層的 比較少有那種高溫的 穩定 讓它可以上升 一般來說 熱點跟張獵邊界 或是熱點不見得同 都不見得 它可以在板塊內部 它也可以在板塊 張獵邊界 都有 像美國的黃石公園 底下就是一個超級大熱點 所以美國人不太常 萬一哪一天真的爆炸 很常 沒有爆炸過 幾十萬年前爆炸過 好 對 以觸的名稱叫什麼 它標示的太不清楚了 是錯了 如果以熱隊友方向上的孔 就把它直接叫什麼 延時缺或叫板塊 這個不是很清楚 參考就好了 它圖畫就太不清楚了 再來請看聚合邊界的內心 哈囉 有海對海 海對路跟部隊路都有 然後現在這個圖題代表的是 聚合還是張獵邊界 聚合還是張獵邊界 聚合 所以這邊的地震 會不會有淺原地震 這裡會不會有淺原地震 會 但是會不會有中原跟深原地震 也可能會有 因為這邊離墨下去 從淺到中到深有出現 這可以嗎 這可以貼錯了 這其實是學得很好 改寫的 第二個選項 這地區比較深附的岩石 可不可能受到高度高壓會用的電池 當然有可能 比較深的位置 有高度高壓會用的電池 有可能 這也是錯了 不可能 這也是錯了 再來 以觸的顆粒結晶 比餅出來的大 剛剛同學問我要不要背下去細節 這國中有學過 有 有啊 火山岩跟深層岩哪一個比較粗 顆粒比較粗 岩漿如果在地表腹肌是快速母片 也一共量原子才有什麼大的精靈 顆粒有比較細 甚至有時候會出現這種特徵 這個直接 這叫A藥岩 顆粒 完一時間沒有結晶 沒有結晶顆粒 所以看起來就像玻璃一般 這叫火山玻璃 意味著岩漿極速冷卻還是快慢冷卻 這個能力出現在 它出來的時候像冰冷排水 或冰冷 冰天雪地 表層 岩漿是大火嗎 那表層是最快樂的 就很容易出現這種特徵 哈囉 顆粒粒粒是看冷卻快慢 一般來講火山也比較細 深層的結晶 深層也比較粗 合力比較大 可以嗎 這個是國中學過程去用而已 像這種題目剛好有用的 我會考 那題目剛好有用的 就不會了 就不要飛了 沒關係 所以這題大概應該第三個 對啊 第三個是寫法的 第三個選項是應該 底比較細 底比較粗 至於叫做安山岩的話 那柄那邊應該是怎麼演 叫做閃長岩 我也考 你如果回去查那個可能 講一個表格會有寫 閃長岩跟安山岩是同成分的 玄武岩跟非長岩是同成分的 一次音樂是火山岩也是深層岩 我都跟你背 沒有 我如果畫表格給你 你就會選 如果沒有 就不要背 你會看表格選一份 好吧 那基本上我們不考 也太細了 太細了 就好看你們聽過劉文岩嗎 沒有 劉文岩跟安山岩 跟花崗岩就是花崗岩 真的 材料完全一樣 劉文岩跟 劉文岩跟花崗岩成分完全一樣 但是一個看不出結晶特異 一個看起來結晶特異 差別在哪裡 同樣都全部都是花崗岩一樣 這個在瑜伽深層岩 這個是流出地面的 然後 所以會一個比較細想 因為常常會有流動的輪流 所以真的會有溫度 那這個你不用背了 角色都有 老是就讓有角色會吐角色 應該是哪一種 這兩個成分類似 成分一樣 但是顆粒粒細不同 是因為什麼原因造成 冷卻快或慢 所以 所以 像這個更細 這個顆粒更細小 幾乎沒有結晶 然後甚至裡面有很多的吸口 所以形成所謂的浮蝕 聽過嗎 它會肥栽水面上很輕的 好 像這個都是成分一樣的東西 但是顆粒有出油 完全沒有結晶的 完全沒有結晶的 就是代表非常快 非常慢 非常快 這樣就好了 這個是國中學追過的指示 它能夠結晶的題目比較好 學著的題目比較全面 所以你高三的時候還要配一下 現在我們要你 可以用你一種常用的模式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所謂的 專業聚合間接 現在 最後一碗 練習錯誤面接後 我就要整理台灣重點了 我們本來是安排了一部影片 叫台灣預先讓各位看 給各位看 背後 我們斷考後再看 當作一次作業 但是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還是請各位 先把這些板塊的整體跟進行動 請看這邊 這一張古形是錯的板塊邊界 不一定在海裡面 任何板塊邊界都不一定在海裡面 或是在陸地上 海洋有 陸地也沒有 都有 那這邊各位看到這個邊界 就是在洛杉磯 跟舊金山附近這個斷層 加州大陸就是所謂 聖安德烈是斷層 注意看這兩邊 航空罩顯示 兩邊的底塊有變化 但是有沒有很明顯的山脈隆起 並沒有 地勢不會很高 旁邊我幫你畫一個簡單的 是意圖飛嗎 好 我現在幫各位補充一下 因為它圖有寫 但是有時候你會看不懂 請看螢幕 老師在螢幕上打四個點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條線 叫做破裂帶 我先換一條紅色線 這條紅色線就是破裂帶 然後我都有方便溝通我編號一下 A 然後這邊叫做B 然後這邊叫做C 這邊叫做Z 哈囉 破裂帶指的是A到Z這個線段 各位回答後 A到Z這個紅色線段 跟中央級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兩條藍色線是中央級 我再把畫清楚一點 都從前面的胡說都一樣 這一條紅色線的破裂帶 A到Z 跟中央級有什麼關係 互相垂直 可以嗎 但是A到Z這個叫破裂帶 有許我寫一個字就好 哪一段才能叫轉型一段才 我叫錯的反對別界 只有哪一段 只有B到C這一段 為了很清楚 我還是回到紫色 B C這一段 特別叫做轉型斷層 只有這一段才能叫做轉型斷層 特別叫做轉型斷層 轉型斷層四個字的邊 但它都沒有編號 所以我們都要開畫 所以把它補充一下 如果把這個線條叫做AVC珠 B C兩點時間是連接兩種的編號 就叫做轉型斷層 但是AVC珠只是破裂的零部分 那邊不是把上面接要 知道意思嗎 等一下我用講義的題目練習直接做 講義題目是有錯的學測考題 我幫各位修改一下 這個先補充一下 要把它看懂 現在請各位看這邊 課後練習在116頁 這一題是學測考題 題目出錯的學測考題 來囉 我主題我會改成 請注意 A珠C珠是中央題 題目上寫的齁 我先畫出來跟前面的符號都一樣 我看不清楚 那字看不清楚了齁 我看不清楚了 我看不清楚了 老師一目上畫的粉紅色雙線 代表中央的中央斷層 或者我們來中央列層 中央列層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A珠跟什麼 我看不見符號 我看一下齁 C C在這邊 這是F 你們有看到嗎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豬 這一點是豬 這一點是 這一點是 E吧 E比較合理 這點是E 好 E在這裡 C在這裡 豬在這裡 E在這裡 你們講的 你們講義上是 本的有筆清楚嗎 有 好 請看這邊 破裂代指的是哪一段 破裂代指的是哪一段 破裂代是哪一段 整個把中央一起切斷這一段B到E B到E就是破裂代 B到E這一段 叫做完整破裂代 我寫一個字就好齁 但是只有哪一段可以叫轉型轉乘 只有C珠這一段可以稱之為轉型轉乘 C珠這一段叫做轉型轉乘 但請注意 所以它這兩個一般來講 以這張圖形來看 哈囉 它是左一台右一 以這張圖形來看 它是左一台右一 你們有看過左一右一嗎 我這樣點好了 看一下老師 螢幕上有紅色箭頭 你們知道我 這個紅色箭頭是在CM旁邊 還有A珠旁邊 分別向左向右 因為這邊這隊友是怎樣 上升以後向兩邊拉開的 對不對 所以請注意 粉紅色雙線代表張列電線 對吧 好 那現在為了方便溝通 我編號一下 我拿一個比較清楚的顏色吧 夠夠夠 我要注意一點 好請各位看一下 一號板塊跟二號板塊 互相怎樣 是不是分離 可以齁 請各位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現在打勾的是幾號板塊 一號 它是不是在粉紅色雙線的左邊 所以就是往左邊跑的幾號板塊 可以齁 換個顏色 淺藍色老師打叉叉的 是在幾號板塊 二號 是不是都是往右邊跑的二號板塊 好那現在請各位回答我 西珠這一段紫色線 哪邊是幾號板塊 西珠的哪邊 一號 藍邊呢 二號 藍邊是不是老師 把藍色叉叉叉的二號板塊 所以兩個板塊是反向錯到 然後如果印要不是左移還有一頂開套 你就暫時中一半看對面那一顆就好 你如果站二號你就看一趟 一號是往哪邊倒 你現在如果站在這一塊二號上面 是不是看到對面往左道 那如果你站在對面這一塊看二號嗎 還是往左邊 還是往左邊 你轉一邊了 你如果像我一樣想像齁 我現在站在一號 綠一號這邊對不對 然後往二號看 我問你剛剛什麼結果 左邊 還是往左邊 都一樣 你站一塊看對面那個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這一題言語來說 算算所疑 按照左右言論也算齁 但是學生提出錯了 因為他認為 這邊是專制轉型專程 很要求我們要去轉型專程 然後老師有跟他要求說 他也會幹個字 但是他不送分 老師你說 就是說 證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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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一下 證明說 應該是 男人也不對 怎麼 continuing 好不uits 沒有 你怎麼 рез會 好 你怎麼ags 出去 如何 按照邏輯這一個應該可以做什麼做意還是沒有意義 我沒有意義 然後我如果沒有改選螢幕 你先做一個就是這樣做 OK啦 好 請注意 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哪裡才發生地震 在這邊 哈囉 這邊要配喔 螢幕上老師畫的黃色區域 會不會有地震發生 這裡會不會有地震發生 這裡會不會有地震發生 螢幕上老師畫的黃色區域是不是剛好在列附近 兩邊是拉列的張力作用 所以說形成一系列正斷層 所以這邊會不會有地震 再看這邊 螢幕上老師把西珠段畫起來 西珠這一段會不會有地震 會 因為一邊把塊往左臂上往右 是不是也會不會有地震 但是請注意 在這裡喔 這個要很小心喔 好的 比較細就靠在我的螢幕 你各位看一下老師螢幕上框起來的這個區域 螢幕上老師用綠色底放起來 是不是放在VC這一段 還有還有珠一這一段我也放起來了 這附近有不容易發生地震 對 一樣有破裂面 對不對 我們想像它是發生的 但是能不能以發地震 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兩邊都是同方向運動 請開頭 要想像一陣要能量多大 手道去運動 這個就是老師沒有講解的 你們國中學過的活動 老師不見了 我幫你一起看自己 你如果要把他弄一點 比較多的話 這邊 老師有練過的比較模仿 一條橡皮肌 如果我們受施力給他 是以能量關係給他做多 他是不是可以把他受到的 就要能量轉完成才定位的 萬一他現在受力 到達一個程度就會斬掉 那他會給他保持這個行動嗎 不會 他應該會給他怎麼變這樣 我會不給你的話 哈囉 這位同學一定要感受很清楚 欸 看一下 那就可以了 對不對 哈囉 如果現在你稍微拉一下 會不會很痛 不會 但是行變變力量又怎樣 回彈的能量就會越高 目前科學家認為 地震的活動就是斷承 像這樣子 他變形到最後斷掉 回彈的結果 這叫彈性回教說 請參考課本的第六章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是 如果你現在看到西珠 是不是兩邊看這樣做到 但是B1或珠1的兩邊 看一下齁 我又給你看就知道了 你冬天多暖 手術會僵硬 你會怎麼讓自己的手術難一點 這是摩擦升熱 有沒有 可以讓大家升熱的 OK 很歹對不對 喔 你為什麼要這樣搓 你不這樣搓 因為這樣兩邊是同方向 可以嗎 喔 吸 兩邊是同方向 所以錯動量抬後 產生地震 因為他重量量多大 那如果是 如果是VC 或是珠1的兩邊 是同方向運動 那就不太會有相對運動量 這個就是要寫下一題用的 這都是以前學姐比較容易出錯的問題 我就先提醒你們 這一題是我告訴你 雙線代表中央級列腹 打叉代表的地方 出的箭頭代表運動方向 首先你要有一點 中央級兩邊 反方向還是同方向 中央級兩邊應該是 反方向還是同方向運動 反方向才對 就錯了 這個合理 這個呢 同方向是不是才合理 好 這個也合理 對不對 但是這兩張圖差別在哪裡 這裡到處都有低震 對不對 反正中央級沒有 中央級應該要有低震 第二個呢 只有這一張比較容易有低震 只有在轉型分子容易有低震 因為其他這個外圍這兩個破裂單 都是同方向運動 就跟兩隻手同方向搓一樣 蠢絲的 沒有 生個小活 這就是所謂的 錯動反派邊界 跟破裂在不太一樣 請留意 這要回去做一座強一下 好 那我們把三種平衡都講完以後 剩下三分鐘 很快的複習一下 台灣附近的板塊落到 同學 這張立體圖標會看 板塊邊界在哪裡 請看螢幕 在哪裡 花東中古 可以嗎 現在請各位看這圖形回答我 花東中古地下 是哪一個板塊往下隱沒 揮一個來板塊還是歐亞板塊 對 立體來講 立體來講 誰下去的 誰下去的 你是我下去的喔 所以我們要分兩邊看 台灣這裡的板塊邊界分兩頭 請看是螢幕上特別誇張畫的這兩條線 請各位回答我 這條是東西向還是南北向 東西向你會發現正遠怎麼分路 是不是往東邊越來越深 所以科學家的解釋 是因為蠻不在這邊隱沒 所以是誰下去的 歐亞海海下去 這是不是怪怪不太標準 標準的話 應該海對路是海下去嗎 因為海洋地殼比較重 通常會往下隱沒 像北邊這一段就很標準 來請看老師螢幕上畫的誇張這個 這條黃色線是南北向的東西下 南北下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南北向的正遠很明顯 有一個從淺到深的 這邊有一個隱沒的特徵 所以科學家在這裏這邊有一個隱沒 然後你看到這邊隱沒 會呈成什麼地形 海溝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島湖 跟剛剛講的都一樣 由南向北隱沒 是不是先海溝再島湖 然後最後還會有一個沖繩海潮 沖繩海潮 你們借我一點時間 我要畫完整 現在我畫的是這一段 游南向北 看這邊 這邊的意思是這樣 南方有一個板塊 叫做規律環環環環環 整體是向北隱沒下去 然後北邊這邊說 要到北隱沒 就被擠壓 被擠壓以後 擠壓觸回容器 可以嗎 交界會出什麼地形 這裡有什麼地形 老師 劍頭畫的是什麼地形 海溝 然後背擠的這個位置會隆起 可以嗎 會隆起 好 除了隆起之外 還有一個作用 剛剛講過的 這個板塊 會隆起的 像北隱沒下去 所以隱沒到已經深入之後 這邊就會有岩漿活動 岩漿冒出來 就會在這邊形成蚝羽 這就是琉球 琉球群長 可以嗎 所以粉紅色裡 畫的就是道路 藍色裡畫的就是海溝 可以嗎 好 但是這個被擠壓的前端 拱起來 後面會怎樣 自然的凹下去一點點 所以如果我現在把海平面畫出來 我有點畫斜斜的 我現在畫西一點 假設這個是海平面 請注意 老師畫這條海平面 是不是有一個特別深的海溝 這裡會有一個特別深的海溝 譬如說海溝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島圖 跟海溝平息 而在湖後會有一個 凹下去的地形 我畫的太過程 這個沒那麼深 稍微拗下去而已 跟我們這個手一樣 後本子一樣 請各位拍拖一下 謝謝 好 各位看一下這邊 如果現在有什麼 把他頂高 看到沒有 被頂高的位置是不是動起來 那後面會怎樣 自然要拗下去 這是無厚的現象 無厚就有一個拗線 在海裡面就會形成很寬 但是一兩千公尺深的 就叫海潮 潮就是比較寬 然後溝就是比較深 像是比較淡的地形 海溝可以超過五六千公尺深 但是海潮我剛剛畫在包裝了嗎 大概一兩千公尺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標準的螢幕在 溝 浮 潮 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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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東西上就標準了 我現在把它擦掉 科學家目前的解釋是這樣解釋 我先擦掉你知道嗎 來 科學家的解釋是用這一塊 就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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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那時候還沒有排行榜 那時候的歐陽板太弦端 有一塊就是古南海板塊 綠色是代表南皮盒 那時候銀墨到海域裡 歐陽板的土地被派螢底下 那時候的銀墨就已經開始往下 所以後來歐陽板會把它拖下去 因此造成我們的婚立塔螢派 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去開頭 它向西北方走 向北的這就是銀墨下去 向西的是銀紅上去的 逆從 這樣是銀紅轉 所以我們平常這邊很小 是被電話很複雜 向北以墨 向西是逆從的 所以再講一次 花中重下面是誰下去的 花中重是指南北向這一條 以地底來講是歐陽下去的 等於說這個歐陽板塊是逆從上來的 但是這一塊 這一塊我們就馬線馬叫做海岸山脈 可以嗎 海岸山脈跟中江山脈是得到花中重鎖 就剛好是板塊的聚合邊界 海岸山脈綠島蘭綠都是屬於 呂宋火山谷的一種部分 可以嗎 所以這一張圖形有立體結構 建議你再回去把平面圖看清楚 因為平面圖也畫得非常清晰 我剛剛講的這一堆 就是這張圖圓可以看到 這是海岸山脈綠島蘭綠 沿途到宇宋島這邊 是屬於同一個島嶺系列 是很久以前就開始隱墨的 所以你看到溝在左邊 湖在右邊 什麼意思 由右往左隱墨 因為這邊太複雜了 所以有點亂 好 桃氏流口或者是這一段 公、吳、朝是平行排列 那如果是公在南 吳在北 代表難怪往南的隱墨 往北 隱墨的結果 可以嗎 所以正圓應該怎麼分布 我們把這題做完 正圓應該如何分布才是合理的 那公布怎麼不見 好 第二題 正圓應該如何分布 剛才看到這個標準的隱墨大 所以 你應該是由南下的隱墨 會越來越深 所以你應該覺得 哪個才對 喜致 喜致的點進來成圓 出的也代表深圓 這個就是你要背 台灣的反觀運動 至於其他地方的反觀運動 是南北向東西向西向西什麼向 他會給你鼓勤去解決 我會想你背 不好意思 根據經驗 台灣就要背 跟台灣有關係 得跟一下 現在這邊他就沒有畫 資料給你看看 好 一定要有機會 你要知道台灣東北的方式 由南向北 回到台灣以墨下去 所以分別可以進行這種特色 那老師問我問你 請問 請問 以墨上老師畫的位子 1跟2 應該哪一個會是台公 哪一個是道路的位子 2選1 1跟2 哪一個是海公還是道路 2選1 是1海公2道路 還是2 1海公2 2海公 你要知道 平墨下去先勾下來 那如果標準一點太好潮 不過沒關係 太潮 不要潮 都圖這兩個比較保險 可以嗎 好 以上 這就是我們台灣 促進的南向東北的運動 哈囉 至於像這種題目都是古徒的 假仰邊 你學過嗎 假仰邊是什麼段子 我畫大一點 假仰邊 是不是有看到一個 深色地層 長這樣 那如果這個深色地層長這樣的話 這個指標地層啊 很難應該連在一起的 那你們如果上彈下來 1跟2哪一邊是上彈 段子在這裡 1是上彈 但是意向上升 就叫做第一段 固定的而已 好 然後回去再把這些題目做一做 時間不夠了 回去再自己練習做這些題目 跟台灣有關的時候特別 做一做 好 那我講過這個補考 你記得嗎 台灣島行程過程中補考 台灣島行程過程不用備 因為連這邊都還沒搞定 那行程過程是猜的 我不要免備了 你們不要被這些了 你們先把台灣台灣的 邊界跟隱魔在哪裡清楚就好了 第一屆是你考過的 跟台灣有關的都做一做 好